請問到日本旅遊局 如果我們想要買水果 我們應該走進有哪一個招牌的店面 A.八百屋 B.風船 C.鍋子廠 B.風呂廠 還好我知道一兩個 我好像有點知道 風呂廠不可能 風呂好像是洗澡的 泡溫泉的 真的嗎 風船應該是游泳之類的吧 或是游泳圈 坐船的啦 就坐船之類 我覺得是八百屋 八百屋 為什麼 季安的媽媽是不是開雜貨店啊 欸 剛剛沒有賣雜貨店沒有賣水果啊 季安的媽媽是不是賣雜貨店 雜貨店不是水果店啊 但他們好像有賣蔬菜啊 蔬菜又不是水果 對啊 蔬菜就有蔬果 妳Apple都不知道 所以妳的答案是 我猜A八百屋 所以妳的答案是八百屋 一起來看看到底正確答案是否八百屋 不對 不對 對吧 不可能吧 不要動喔 有什麼 有什麼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各位 下一道題目來了 下一道題是 操作題大野要主打的 操作題大野天才 答不答 我答 我就不一定這一題我還答不對 好 恭喜妳 你不一萬三龍 加油啦 各位 這一題答對我給妳六千分 六千 這麼看的其他 這表示很難 太棒了 唉唷 這真真 比在妳手上 請出題 請在限時二十秒內 以一筆畫完成此圖 請開始 一筆畫 不能重複喔 一筆畫 計時 開始 完成 這也太難了吧 自己研究好 大野你小心 搞不好這次要丟的是鐵球 就不會讓那麼好過囉 這很難耶 四 三 四 三 五 四 五 五 好的 這一題是我看過最簡單的一題 我來就好 好不好 這題最簡單 你有沒有看到 真的嗎 真的是我看過最簡單的題目 好不好 從這裡可以也可以嘛 有沒有 這樣吧 對不對 不對 不對喔 這個要什麼了 憲哥 好 重頭 對 要打一個蝴蝶結 上 往上 上 往上打蝴蝶結 然後開始畫外框 然後畫... 怎麼到這裡啊 對啊 畫外框 對嗎 這個遊戲其實是考記性嗎 真的 真的 憲哥要吃贏性了 真的耶 一比耶 這是我自己要畫還不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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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站這裡 站這裡 恭喜 答錯 不是完成了嗎 答錯了 要不要完成 好 這麼好 什麼意思 為什麼 不是 每一個都懲罰的 有時候好運的就這樣 怎麼 臉害怕 我的臉 今天是什麼災難啊 好壞喔 好 回來 你是不是有找到公社人員啊 好 那恭喜啦 目前獲得最高分的是我們 一萬八千分的大爺 一萬八千分 一萬 我現在最高分的竟然是Apple Apple最高分 有兩個人投他笨 但是他現在七千分最高分 對啊 你看 對不對 大家都認為你笨 這個就是人在那個壓力 重大的壓力下 才會有重大的成長 對 沒錯 對不對 球你把它壓得更低的時候 他彈得更高 這是不是你 就是我 好 好 給他們加油一下 馬上進入我們的 惡魔的條件 Yeah 惡魔的條件 這一回合以搶答的方式 來搶得發球權 答對題目或陷害他人成功者 就可啟動惡魔的條件 產生大逆轉的機會 每個條件只能使用一次 究竟四位參賽者 誰是最後的瑜伽呢 好 厲害了 那麼這個排行次序 剛剛成功1 2 3 4 對 剛剛好 四張牌 選一張 因為你分數最高 這一個 可以看嗎 請亮牌 不要抽到我想要 搶奪獎金 我還要搶奪誰 對啊 他分數最高 你可以賞我的啊 我怎麼都可以 你要等到後面 人家都搶完了之後 最後來要重頭 重重的迎頭一擊 如果別人的獎金一直累積到高 你再把它搶過來 可以 那這可以 留著用 留著 要放這裡嗎 對 把它插進去 第二位 不要抽到我 換牌了 不要抽到人家的嗎 黃靖倫 什麼 獎金乘以二 你幾啊 我剛好 我第二名嘛 乘二就好 乘二也不錯耶 就剛好夠用 對啊 好 如果萬一有用的話 好啊 我的錢運這麼差 有比你多一千 超級大紅包還有正負變號 好 我其實想要中間那一張 那以我很差的錢運 應該是這一張 好 好棒喔 好牌耶 好棒喔 這個是最大的牌了 是不是 對啊 因為誰再大你 都大他一千嘛 是不是啊 好 剩下兩張 大野 大野最好是抽到正負變號 你只有那個有救了啦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好了 哪一個啊 好 好 好 我有機會 我有機會了 好 不錯 那麼今天四位抽的牌 就剛好恰恰可用 對 可以用 四道題目來做這個PK 好 第一道 來 搶答題的第一道是 美妝題 美妝題 我一定要搶的喔 誰沒亂搶啊 不管怎樣我就是要答 沒沒沒 那題目要先看完 對啊 而且我要喊口令 比如說口令是請搶答 對啊 三個字你才可以按 不好意思 因為負一萬八真的心有點 美妝的話 你基本上你是專家對不對 對啊 希望可以會 這麼厲害 一起來看看題目 來 女性經常選擇比基尼泳裝 展露好身材 請問比基尼三個字 是出字何處 各位 出字何處 要聽到請按鈕才可以按 好不好 出字何處 不要按鈕 下子丹 請按按 這不是淘汰 淘汰 怎麼辦 找到淘汰 請按摩 啊 按怎麼摩啊你 注意啦 等一下出錯去嗎 快按鈕 請別按鈕 請按鈕 請按鈕 現在你答不答 簡單到爆 憲哥我剛剛聽那個字出字何處 小酒窩你答不答 小酒窩 我答 答 答 來 請就位 我會被陷害到嗎 我勇敢 說不定覺得很簡單 是我想的那麼簡單嗎 我覺得好像很簡單啊 好的 請出題 請問比基尼三個字是出字何處 A 不是品牌名稱 B 怎麼可能 C 鳥類名稱 B 設計師的名字 不簡單耶 四個可能覺得好簡單喔 好簡單喔 像這種題目啊 知道一次永遠都知道 對 我覺得應該是D 設計師 有一個設計師 你確定有人叫比基尼 設計師比基尼小姐 這樣 因為我記得以前沒有人敢穿比基尼 好像是有一個設計師設計了這個比基尼 所以你讓女生穿了以後 後來大家都覺得很好看就開始穿了 想法 我會分析耶 OK 確定是D嗎 確定嗎 確定D 好 一起來看看是否是正確解答 來 一定錯 對吧 拜託 我記得是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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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看到那個 我都覺得是酷型 很恐怖 不好意思 我們為了你們要前來 所以我們一人一套 這個夾子一定買最新的 最緊 有人用過我們就不再用了 稍微有鬆掉我們就不要了 憲哥 他鼻子毛像濃掉了 最後一個他還慢慢的疼疼疼 是酷型嗎 他鼻子整個紅掉 對啊 好酷喔 各位 比基尼是比基尼島 有一個島嶼 是喔 其實是說美國在50年代的時候 他們一直不斷的在進行核子釋報 那釋報的地點就在比基尼島 然後在那個當時呢 其實就有一個設計師發明了就是 比基尼這樣的泳裝 所以呢 大家會認為說 穿得很暴露啊 所以比盒子釋報的威力感覺還要大 喔 所以就把它取名叫比基尼啦 比基尼 這有個島嶼就叫比基尼 好不好 厲害了今天又長姿勢了 所以這剩下兩千了 是 好不好剩五千 好 來 0元 那一萬八負的 馬上來看下一道題目 下一道題是 藝術題 請出題 好 台灣的垃圾車常使用給艾莉絲這首音樂 通知大家倒垃圾的時間到了 請問給艾莉絲是哪一位作曲家的作品 快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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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 有3這個字出現喔 1 2 9 你看 1 2 1 1 2 1 2 1 2 5 1 2 1 1 2 1 1 2 1 2 3 2 1 好喔 我可以不答嗎 可以喔 我不答 妳不答妳可以誰答 妳不答 按這麼大力 嘿 你個黑心鬼 好不好妳就答對了啊 對啊 她可以勝負耶 我可以透露 後來第二本把妳勝得真大 好了 請開門 請 請出題 這四位 對我們來講 感覺就是疑問 都很有 都有